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把蔥切大段 备用 姜 多切几分 放旁边备用 开火 准备一锅水 先将排骨汆烫一下 冷水时把排骨放进来 今天买的是肋排 带骨头的肉最好汆烫一下 去除血水 把葱和姜放进来 酒量大匙 盖上盖子 让它滚一下 水滚了之后会有一些泡沫 要把它烙掉 排骨就可以烙起来备用 接下来准备配料 葱一根 切断备用 姜三到五片就可以了 大蒜三颗 配料很简单 再来调酱汁 乌醋三大匙 糖也三大匙 酱油四大匙 酒一大匙 搅拌均匀 放旁边备用 开火 热油锅 倒点油进来 热油轮一下锅 等等才不会扒锅 要油温够热才放排骨 差不多了 把排骨放进来烤 一般我们在餐厅吃排骨 都会先炸骨 这样肉的口感会比较好 酱汁也容易去腹 但是在家自己煮 在好吃与健康之间 往往要做出取舍 我会尽量以少油 少盐 少调味料为主 为身体做一点环保 今天的排骨肉真的很多 这个咬下去一口满满都是肉 将排骨煎到金黄金黄就可以了 把刚刚准备好的葱姜蒜 放进来炒香 放在油比较多的地方来爆香 炒到葱很精黄色就可以了 差不多了 把调好的酱料放进来翻炒 要翻炒均匀 让排骨都吸附到酱汁 加入开水 滚了之后盖上锅盖 继续焖煮40分钟 利用这个时间来烹一些青江菜当配菜 准备一锅热开水 加一小匙盐 还有一点点的油 一点点就好哦 能让菜的颜色保持鲜绿 这样整个菜品的颜色才会好看 不会整个看起来黑露露的 另外吃肉也要用青菜配 这样营养才会均衡 烫个三分钟左右 有熟就好了 不要烫太久 吃起来才会有点脆口 可以啰 起锅放凉 青江菜放凉之后 来简单摆个盘 沿着头大约2到3公分的地方切下去 准备有点深度的盘子 准备有点深度的盘子 把青江菜摆进来 稍微开一点 先放旁边备用 排骨时间差不多啰 尝一下味道够不够 咸蛋可以依个人的口味调整一下 嗯 可以啰 开大火收汁 让它收干一点 收汁要边翻一下 不然会消掉 起锅前再加个醋 会更有味道 差不多了 再加两汤匙的白醋进来 再滚一下 很香的味道哦 可以了 熄火 起锅 刚刚切下来的头也要放进来 撒上一些芝麻 把功构成 这个月是在时候 也不休会不可以 把4个入面用的地方 黄金 我们请不吝点赞 感谢观看